下面我自己代表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 在此做一个简短的发言 尊敬的韩涛总理事 陈敏丁主席 以及各位乔领 110年前的今天 武昌起义爆发打响了新态革命的第一枪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直是中华儿女的伟大梦想和不限的追求 经过长期的奋斗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 带领中国人民一百年来的艰苦捉绝的奋斗 中华民族从极贫极落 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 从彻底翻身过来 迎来了一个站起来 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伟大的飞跃 在腐朽的清王朝同 统治下 贫穷极落的中国成为帝国主义 肆意瓜分的一个肥羊 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了中国革命先行者 发起了挽救民族 振兴中华 统一中国的口号 当时的一个杂志叫新青年 他喊出的最响亮的口号是什么呢 就是民主和科学 当时呢就叫做德先生和赛先生 德呢就是democracy 赛先生呢就是science 所以呢在百年变局当中呢 抓住机遇推进民族的复兴大业 尤其抓好科技创新这个关键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在未来的国际竞争当中 科技创新是决定国家兴衰的关键因素 也是影响和改变世界经济版图的关键变量 在百年这个变局中啊 抓住这个机遇 关键是抓住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这个难得的机遇啊 坚持创新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球中的核心地位 把科技自力自强 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深入推实施呢 科技科教新国战略 人才强国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所以呢 这个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我们CPAC呢 致力于加强中家两国在科技方面交流 科技学术方面的人才和交流的交流 我们呢将继续推动两国在这些方面的友好的交往 加拿大和中国没有历史的遗留问题 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 我们坚信中家两国人民的友谊将会继续往前发展 我们将通过我们的双手实现孙中山先生 在110年前的梦想 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梦想 谢谢大家